- 台中影片已經破10萬觀看次數了- 超令我訝異的 今天我們也是要拍五都系列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 你們期待已久的桃園 我們今天的桃園拍的 拍了非常多間 還有12間喔 桃園人 你準備好了嗎 當然是我們第一間的 台茂公務中心裡面的漢萊素食 哇 菜也太多了吧 高達70幾樣的菜可以選 菜單上面都標示得非常清楚 各種素材都非常詳細 漢萊素食在全台灣有7間分店喔 超多的 幾乎每個縣市你都吃得到 這透明的 可以看到裡面的料耶 然後上面有撒一點黑松露 一咬就化開了 你講話我聞到那個黑松露的味道 噴過來我這邊 咬下去就有芋頭香跟樹枣結合在一起 第一次看到有人餐廳 他們吃我心飽 那整個西班牙菇 幾乎都吸滿了那個醬汁 算是超棒 而且它是酸甜酸甜 是梨麥八寶菜飯 是菇味跟芋頭的味道很大意思 石鍋一瓶香 哇 百葉豆腐 然後搭配很多的蔬菜的那個菇味 一起燉 然後它的菜也是非常軟爛 聞到那個松露的 很像瓦斯的味道 噢 有沒有味道啊 滿滿的瓦斯味 它整體的 正在吃起來都非常清爽酥脆 很新鮮 我這個豆腐好綿喔 它跟豆腐乳的口感是一樣的耶 這個千層的口感很酥的耶 就是一層一層的感覺 然後底下有沾滿了白芝麻 超讚的 一般外面既然都會苦苦的 它的不會苦苦的 它把它味道不知道怎麼把它去掉 然後吃起來很脆很好吃 它就是樽捲皮 然後把那個金針菇這樣捲在裡面 非常有創意的料理耶 有機木桶豆花 然後它會搭配一個很特別的醬 薑糖沒有含人參紅棗跟老薑片 好越薄片越好吃 它馬上就化掉了 好生氣喔 它那個薑就是微微的這樣 一點點辣辣的 重點是這個真的是入口直接化掉 很誇張耶 這個料超麻 而且每個料都超級巨大 它這個紅頭過 我看到真的嚇死 非常大一塊耶 湯真的很鮮甜 就所有的好吃的菜都融入在裡面 把它熬煮成一鍋精華這樣 融合那個菇的纖維在裡面 介紹一下 它12月1號可以開始預購 它是一個過年推出的專門的年菜 它一鍋只要1680塊 而且全台的限量1200份 可以在全國的期間門市或電話 或是網路上預購 真的很誠心地推薦大家 一年一定要至少去吃個一次 和萊塑 我最好想 最後再推薦大家 趕快去預購 12月1號開始 盟友推薦的素食玉香 鹹粥麵杏桿 然後我們點的都是小的 欸 看一下 小的份量就那麼大耶 還有裡面有芹菜 香菇 還有類似豆包的東西 聽說裡面有很大塊的芋桶 喔 欸 超大塊的耶 我知道上面這個脆脆的 一定很好吃 麵線一定要配上它的五醋 它的五醋有提味效果 好吃 太誇張了 這個餐點 而且聽說他們全台灣有5、6、7、8間店 一直在擴展當中 他們的餐點 幾乎全部的原料 包括麵包 筆薩 這些醬料 都是自己研發的喔 之前也想說 發現 原來全部的餐點都是純素的 這是隱藏版的純素餐點 那個辣醬超香的耶 他們是用老麵 24小時去做發燒的 青醬三明治 我吃東西都是要一口 吃到所有那個 甜膩點的部分 青醬抹在這個麵包上面烤過之後 它有一個很像馬鈴薯的口感 巴薩米克油醋醬 有水準 我這樣聞就可以直接聞到它那個 杏鮑菇的香味 真的 它的香菇的味 就濃縮在它的飯裡面 自己種九層塔 打出來清江做的喔 九層塔的香味 太讚了 太好吃了 Q彈的杏鮑菇 應該不用我講了吧 上面就寫的什麼字 幸福 我們下一間餐廳在哪裡啊 我看地圖是在這邊啊 怎麼沒有 六瓶Q道麵啊 你什麼啊 六瓶Q道麵啊 就這一間啊 六瓶Q道麵 看得很清楚吧 餐點的料非常非常豐盛啊 應該可以給六個人吃 沒問題吧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很熟悉的一個人喔 就是台中扛霸子 不是嗎 哈囉 我們請布魯商推薦我們幾個在地的餐廳 這是我們第一間 我們來吃吧 炸物跟燒烤 剛剛在這邊到底有多少東西 讓我們來吃吃看 嗯 這薯條好脆喔 好脆 我聽到聲音了耶 你拿那個旗子 不是你才剛從那個國家回來嗎 對 燒烤得好好吃喔 很香 而且它本身是用菇做的 有一點甜甜鹹鹹的味道 那下面還有飲料喔 我愛喝飲料了 走走走走 韓式天貝 茄汁串燒鞠 打鐵燒麵 小數最近大家都說你好像有一點點吃的 太多喔 我越胖就越來越多人說我像肚蚊子了 進行來吃 韓醬串橘拉麵 超級香的耶 聞一下 香不香 好 我們現在到了哪裡 桃園傳說中的網美店 哇 既然是網美店 我們是不是要來拍照打開一下 對 網美要拍一下網美照 對 杂魯是從西班牙聞來的 健康的意思 他們的裝潢 太華麗 太誇張了 滿多料理都是有結合辣的風味的 嗯嗯 杏鮑菇很Q 它裡面還有一些花生紅椒 第一次吃薯條搭配這種窗味吃法 嗯 還不錯 清爽 寂寞 冷麵 麵很彈牙 酸酸甜甜的 日式和風的感覺 小農的Paradise 這邊還有很多小關 就是它有一些堅果跟果乾 就是你的沙拉這邊不夠的話 可以再加進去 挑戰一下 挑戰一下 多一個焦香味 真的很像在吃四川料理的味道耶 初戀滋味 玉香卷 你有說話 我在回想我的初戀 讓我這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很像第一次 跟女生接吻的感覺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亂講了 亂講了 它外面真的很脆脆的是細麵線 口感很棒 帶出裡面的芋頭香味結合在一起 SALUTE YEAH 好 我們來到了成績素食 這家是鋼布爐商超級期待 這網友說是桃園的平民美食 平民點心 它們都是純素的甜甜圈跟春捲 還有雙胞胎 哇 這個工炸起來好軟哦 這個是天然發酵的城市 發得非常的漂亮 高麗菜還有豆芽菜 而且很便宜 一個多少 25塊 我們現在來到桃園 今年3月份才剛開了一間 低碳蔬食 炒食世代的餐廳 所以今天來這一家 就是迴鄉益彰合作的餐廳 上次我們的活動的影片 大家要去看的話可以看到 歡迎肉肉 YA 自己出場了 這個披薩呢 它是用有機全麥的麵粉 完全是我們自己做的 好貼哦 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然後比較多是辛香味 傳說中的中國漢堡 掛包 裡面那個不是花生粉 米糠帶出來那個香味 個豆包還滿touch結合在一起的 用自己天然發酵的古早味酸菜下去做的 淋在這個有機的糙米上面就非常的好吃 竹生火鍋呢 對 竹生 其實它是一種菌菇類的 它不是菜瓜布哦 我剛剛一直以為它是菜瓜布 蘇的米糕有那種入口即化的那種口感 然後有點那個海苔的那個味道 嗯 啊 我得回家了 我老公叫我了 蛤 看來布魯桑選擇了愛情 真的嗎 我們現在來到了桃園一間非常有名的素食餐廳 它在一個菜市場裡面 自從我們上次拍了台北50元的便當之後 非常多人跟我們推薦這些關喜素食便當 它的便當只要多少錢 39元 看一下 很誇張耶 這樣只要39塊 怎麼可能啊 超多嘲諷 它內用的還有一些可以無限序的東西 只有米粉 麵 還有湯跟飯 它很特別 如果已經早一點來 它外面還有賣一些純素的麵包 全部都是無蛋無奶的哦 每天都老闆親自送我來 豆包 超級好吃耶 沒有透光減料 還是看它現場無限供應的炒麵跟炒麵 非常夠味哦 可以大家住在桃園的 可以常常來這邊 我們來到陳師兄素肉園 經典的素肉園 它的一條醬 太好吃了 它的是不會太嫩 而且有口感 然後搭配它那個醬料 有一點偏甜偏甜 超好吃的 光這樣拌就一直聞到那個麻醬的香味 它叫做麵捲 裡面有包類似素肉造的東西 但是它這樣搭配起來 有滷進去 那味道還很搭的 感覺那料快要比湯多了 你知道 就用蘿蔔熬出來 就是有那種白蘿蔔的清甜香味 超棒的 怎麼唱變那麼多人 怎麼看到那麼多人 我們每次都會帶很多人出來幫忙 不然我們會胖死 我會吃不了那麼多啊 吃完了陳師兄肉園 它的巷子轉進來有一個市場 這個叫陳師姐素食 來這邊就找姓辰就對了 我們剛剛夾了一盤 然後老闆最天見的這些小豆干 這個超級好吃 來這邊不是豆干飲 來這邊幹嘛 超好吃的 有一種蛋的味道耶 很特別 神奇的香味 素食的烏魚子耶 這純素的哦 這口感很像綠豆糕 好像澄鹹的綠豆糕的感覺 它這個有點像蛋黃的感覺 這要配雞飯吃 這是檸檬雞 泰式跟辣味的 龍泉素食 這間也是一間雲南美食 我們現在吃的雲南美食越來越多了 我真的第一次吃這個料理 哦 我原來這次叫巴巴斯哦 哦 好特別的口感 鹹甜香 它的香味是這種香菜哦 所以它跟這整個味道 結合起來很獨特的雲南的口味 雞豆粉還可以另外搭配油條一起吃 它軟化那個油條的口感 變成脆軟脆軟這樣子 嘗嘗看 這個椒麻雞 它燒的紅燒味 它現在的外表很脆 辣椒的香味 其實蠻像板條的 但是比板條的再Q一點點 一般的做法是加豬肉片 這個把它換成不一樣的素材 但調味是一樣的 而且它也是切薄片 它很Q 因為它是有一點涼拌冰冰的感覺 偏辣 然後酸酸甜甜的味道 野奶紫米粥 有沒有看到這層次 OMG 野奶就是對我的味 越濃的野奶就是越好吃 超棒的 這道叫糯米粑粑 非常的萬惡 它是用炸的 然後中間又加了糖粉 我相信喜歡吃甜食的朋友 一定都超愛的 這種糯米的調味 口感其實跟炸糖也滿像的 我們來到了中原夜市裡面的一間 臭一臭 臭豆腐 這裡的臭豆腐是清蒸臭豆腐喔 從蒸籠裡面蒸出來 大家以為那是小龍嗎 不是 不是 臭豆腐 好香喔 臭豆腐清蒸的真的是不一樣 有入味 臭豆腐有沒有入味 你一吃到嘴巴裡就知道 鹹味的那種素飯 偏軟的飯 這個素材給了很大的防潛 哇 紅紅的 好漂亮喔 你光聞就會有想要流口水的味道 它們麵條很Q耶 紅醋會一直促進你那個食慾 最主要是它的這個麵 我覺得跟紅醋真的很搭 超飽的 終於吃完桃園的美食了 我們花了兩天的時間 把桃園12間必吃的素食美食 介紹給你們了 下一站 猜猜看我們要去哪裡 下一站我們要去高雄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們才跟得上我們的腳步 Let's go